近期从俄罗斯方向有两架专机相继落入了白俄罗斯的境内 一架专机应该是载着瓦格纳的领导人普里戈金 还有一些相关的人员 另一架专机并没有在同一个地点或同一个时间降落 而很有可能载的是普里戈金的家属或者是家人 瓦格纳这个组织从现在来看是把他的兵力分成了三部分 一部分是跟着普里戈金到了白俄罗斯 还有一部分是被俄罗斯的国防部进行收编 还有一部分人应该说就进行了特赦 还有一部分也就是在国外或者是海外 当时在承担一定军事任务的这些人员是比较特殊的 还在原地执行相关的任务 现在瓦格纳集团 他这种反叛行为似乎已经被平息掉了 他的领导人已经到了白俄罗斯 到白俄罗斯以后 白俄罗斯实际上已经对他提出了一些限制 也就是瓦格纳军事集团不能够在白俄罗斯境内招募新的兵员 就是你过去在俄罗斯或者在海外可以招募各种各样的人来参加瓦格纳军团 但是到白俄罗斯不能把白俄罗斯的这些青年人或者是相关的人员都招募到瓦格纳集团里面来 这是不允许的 而且他不为瓦格纳提供相关的军事基地 只能是临时的驻扎地 下一步到底如何发挥瓦格纳的作用 或者瓦格纳领导人和他的这些部队在白俄罗斯如何发挥他的作用 这是下一步要商量或者是协调解决的具体问题 再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看到在收编这些部队以后 他当然就归俄罗斯的国防部来领导或者是使用 关键是还有一部分人在苏丹或者是在叙利亚执行相关的军事任务 我们看到俄罗斯相关军事部门的一些人也去了 就是如何再继续让这部分的人来发挥他们在国外的作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就是瓦格纳的军事力量跟以前相比 不是加强了 而是削弱了 因为人员减少了 兵力分散了 那下一步他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这是各方都在思考或者协调的一个问题 他的领导人虽然在白俄罗斯 但是他并不是去代表白俄罗斯去执行军事任务的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那下一步他的走向 我们还必须严密地观察 或者是要看各方对他做出的反应 关注我 了解更多国际时事 我们下期见